從昨天15號開始到明天17號 中共是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而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 將確定明年的總體經濟政策方針 我們請教東華大學新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陳宋馨教授 就您認為在中國當前的經濟內外困境之下 中國可能會考慮發展哪些領有來支撐經濟 我們看到中共是宣布擴大內需的戰略規劃 您怎麼看 我想它主要還是就像這次政治局會議 有放出來一些信息 大概明年應該還是說在求穩 穩中求成長 求健 所以整個來講的話 因為現在在下行的一個環境 所以它對外當然不能承認 不過它就是應該是說 我們先求穩 那求穩當然這裡面有很多的事情 那麼照理講內需市場確實是非常的重要 不過就是說因為這個疫情將近三年以來 那麼很多人他的財產基本上就是在不動產上面 那不動產其實就是一直在跌價 那麼大城小城也許跌的幅度不一樣 但是跌價的嚴重性是存在的 那也因為這樣的話等於是老百姓的財戶是縮水的 就是固定資產的部分 第二個就它所得的部分 因為很多的行業 這些年時以來是很辛苦 那麼甚至這個小微企業一般流動性不足 所以實際上可能是在負債的一個階段 那因此現階段就是說我們要刺激到經濟能夠恢復到正常 應該有的成長的一種路徑來講的話 它這個部分提供短期內要提供的是要比較大的援助 然後我們講起來其實關鍵點在中國來講的話 防疫政策 疫苗政策已經不是單純的公共衛生的政策 它是一個經濟政策 如果它沒有辦法有效去控制 那麼如果讓它算播出去 那基本上的話這個經濟本身沒有辦法回到正常的軌道 那經濟成長也不行 那消費當然這就是中間最重要 所以長期計畫可以看 長期目標因為還比較遙遠一點 短期就是一年之內兩年之內 目前如果沒有辦法恢復老百姓的這個 所得跟它的經濟活動 還有它這個我們講是擁有的不動產財富的部分 能夠恢復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信心老百姓在這個時間下來 可能對整體的支出會比較保守 會支出的項目應該就是在吃還有醫療 那麼這兩個是它的關鍵 因為它剩下能夠使用的有限的現金裡面 它會使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有一個比較好的發展 可是因為2023年看起來全球是在衰退 那麼以昨天美國聯準會公布的這個信息來看的話 可能明年都不會降息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明年國際的需求不振 那對於我們出口行業來講 挑戰就比較高 另外就是說因為這個整個中國目前的一個環境 包括我們講到了這種工位的一個困難 還有一些白紙這個運動都產生了一個衝擊 所以外資企業在中國不會增加它的投資 有些甚至可能會轉移它的供應鏈 那也會減少在國內所能夠提供的就業崗位 另外來講既然工作少了 那它的消費能力就降低了 它需要這一種住宅的需求也同樣受到衝擊 所以整個來講還是環環相扣 那剛好23年國際間的環境不是特別的好 那國內目前的基準的這個結構性問題 我們講到負債過高 那麼這個老齡化還有這個疫情 這個都如果不能解決的話 23年我估計要達到實質達到5%的經濟增長 我覺得是難度非常的高